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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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大事 敏尔贵 你 敏尔贵 偶像 偶像 不好意思 我这有点激动 我平常不是这样的 偶像 偶像 我叫何周一 你给我的文章点个赞的 我就一直想办你为师 你没搭理我那个 你还记得我吗 我 真 太夸张了吧 你 你办公室这么大 你们做分手这么挣钱呢 我在你说里见过这个 你办公室里有棵树 那 那是活的假的 那假的吧 这 太可惜了吧 你好歹你找一个接班人啊 你就找一个敏感的 找一个善良人 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有迷情能力 和别人的感情 能够产生共鸣 而且得把这件事情 当做一个事业去做 文字的能力表达还得翘 哎呀 怎么说的就是我 就你了 就你了 做得不好随时开除 开始吧 走 失恋的人有福 因为你们必顿暗门引来 新的阳光 自卑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重新昂起头颅 勇敢去爱 身受小三困扰的人有福了 因为终于有人为你们的爱情 和婚姻保驾护航 为爱撞得头破血流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终将明白如何 才会用智慧去付出 独自在黑暗里引起 让我们陪伴你 走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呃 你们创办复合大师的理念是什么呢 要知道现在很多人分手离婚 都是因为性格不合 像这种情况 再复合的话也是磕磕绊绊 生活的质量也很低 这样的复合有必要吗 所谓的性格不合天生一对 本身就是一个火焰 爱情也需要磨合 而我们复合大师要做的 就是要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们认为夫妻情侣之间 就一定要重新认识自己 认识对方 再次燃起新的爱的火焰 真正的爱情就像日历一样 每一天都是新的 聪明的人 永远不会活在回忆里 因为昨天的太阳 晒不干你今天的衣服 好一个昨天的太阳 晒不干今天的衣服 你有资格做复合大师吗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分手的人想复合 说明还有情意 他们愿意相信某个人进行调解 那是不是这个人 就应该为他们负起全部的责任 替他们设计好下半生的幸福 请回答 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人是不是就得有通透人情世故的大智慧 同时他自己还得是一个真诚专一的正人君子 请回答 没错 如果这个人只靠着小聪明 草草地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还利用这个机会赚钱出名 谋私利 他是不是一个见钱眼开 激世道明的小人 请回答 这是谁要来提款吗 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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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ąc pour